团结政府在农历正月十二这一天 召开了鬼卯兔年第一场内阁会议 那一众内阁成员忙于公务之余 也不忘忙中取乐 趁着一个星期一次人 其之际一起捞声 和华裔同胞欢庆农历新年 现场的气氛欢乐融洽 内阁成员是在会议结束之后的午餐时间 参与简单的捞声仪式 首相安华和两名副首相 纳斯里阿末扎西以及纳斯里法迪拉 率领其他的部长 包括交通部长陆赵福 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 内政部长纳斯里塞福丁 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长纳斯里 莫哈默沙布 政府首席秘书 丹斯里莫哈默祖基等等 一同举起了大筷子捞声 那众人越捞越高 寓意风生水起 不同种族和语言背景的内阁成员 还一起用福建话 含出了捞声口号 场面和乐融融 有点滞行 直接放入 有点滞行 有点滞行 特别放入 有点滞行 最后